气候变迁 19是11月的重要关注话题 我们看到世界各国 由企业发明了新科技来因应 以色列用气球的技术 升到高空捕捉二氧化碳 再带回地面回收 目的是做什么 预计未来会打造更大颗的气球 待会来看看 另外最主要的咖啡消费国 意大利把再生能源的科技 用在做咖啡的过程 他们已经可以用太阳能来烘豆 下面这则报道告诉我们 在气候变迁带来恐慌的同时 很多企业都有智慧 再多做一些努力 意大利人爱喝咖啡文化历史悠久 制作咖啡的技术 也持续跟着时代演进 只是被公认为 制作咖啡最重要的烘焙过程 还能怎么变 意大利现在不靠电力 也不靠瓦斯加热 而是使用再生能源 这种运用太阳能 环保又高效率的烘豆方式 是由当地这间 叫做 Pure Soul的科技公司 共两位电子工程师 还因为爱喝咖啡的朋友 花了六年时间研发 他们打造了这块小规模 全自动且能自给自足的 日光反射装置 而他们发明出这项装置的目标 是要降低大量的热力成本 因为这让他们引以自豪的 就是能在烘豆的过程 不排放任何二氧化碳 等于将每一公吨的咖啡豆 减少四百公斤的碳排量 如今一天少则十公斤 多则能烘出两百公斤的豆子 也让他们加入自家烘焙的行列 透过网路通路贩售 意大利从日常生活里减碳 以色列则在乐趣中捕捉二氧化碳 工具就是把一颗大气球送上天空 以二氧化碳来说 它会在摄氏零下八十度的低温洁冰 而这种温度条件 只有在头顶以上十五公里处才能达成 因此派气球出任务 当气球补到这些结冰 并且与空气分离的二氧化碳后 任务并没有结束 还要带回地球进行回收 发明气球补碳技术的这间 以色列新创公司 目标要在未来两年打造更大的气球 届时一天能移除空中一公吨的碳 成本则控制在一百美元以下 然而过于不及都是问题 位在英国苏格兰北部 这个设置超过六百五十座 涡轮风力计的奥克尼群岛 发电量已经超过岛民所需 尽管把过剩电力卖给能源公司后 为岛上赚尽了不小的收入 但能源公司还是对风电电力 寄出限制 以避免电缆超载 使得奥克尼群岛得额外花钱 才能让风力发电有效率的运作 首先整座岛也拟定了应对策略 一个是把过剩的电力转变成轻能 另一个则是部署可预测电力的潮细能 在生能源势不可挡 如何维持生态与用电的平衡 成了重要的课题 特别新闻 综合报道